咱东北酸菜是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四川呢 它有一个老台酸菜 这个两样酸菜 它的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四川那个酸菜 它是用那个盖菜应该盐的 它是绿的 绿的 东北这个酸菜呢 是用白菜盐制的 你看它这个芯啊 里头是微黄色 盐头以后特别好 这个酸菜芯啊特别好吃 直接生着洗一洗它 生着来蘸酱吃 或者是直接空火来吃它就可以 对对对 还很好吃的 生吃酸菜还可以增加 我们肠道的有益菌 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 排泄的一个作用 有促进肠道的 有益菌的生长 有益菌生长很不错 你看其实一般好 剁这个酸菜馅的时候呢 也是很关键 因为它需要把这个 酸菜呢先片这么一样 当然了现在就说物质都大量的丰富 我们大棚也有了 各种新鲜的蔬菜 在任何季节都可以吃到 但是很多人呢就好这一口 对 是不是 你看把这个酸菜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切成这种细丝 然后剁一剁就是它的馅了 是不是很简单 那其实啊 你要说到这个叶酸菜 其实在东北的人家里呢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它都有一件宝贝 就是它这个酸菜缸上面 这个大石头 一般呢 没处没处去找去 都是传家 所以说你看这个东北这个酸菜 它也是一段文化了 真的是 而这道酸菜饺子 在东北人冬天的餐桌上 经常出现 那么怎么调这个馅呢 咱看看大厨 教大家怎么调 首先选择一些上等的猪肉 五花肉馅 然后加一点 加上酱油 盐 味素 再加点花椒面 把它顺一个方向搅劲 加上葱花 姜末 加上咱们的色拉油 顺一个方向去搅就可以 你看 现在搅一搅 这个搅的时候呢 这个葱花的味道就会渗透到这个桌子里面去 记住是一个方向 为什么有一个方向 如果是两个方向 是不是就上不上劲了 对对对 它这个吃的会泻 你看哈 咱这边呢 切好了之后 但是这个酸菜还是水囊囊的 一般这个水囊囊的这个馅 是不太适合做饺子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酸菜啊 切完丝以后啊 剁成馅 攒成馅以后呢 把这个水分呢 攥干 攥干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馅儿调的时候 这个肉和这个酸菜的比例大概是什么呢 愿意吃肉人呢 就是说三分之二的肉 三分之一的酸菜 有 如果说我比较喜欢吃酸菜 酸菜可以多割一些 其实我觉得多放点酸菜好 因为这个酸菜嘛 它不光是一种很好吃的一种佐料 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 你像它的 我们知道维生素C和一些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很高 那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消化能力 还有呢 就是这个酸菜呢 它的膳食纤维是很丰富的 也可以加速我们的肠道的运动 那这个酸菜啊 你看 我吃它的时候 最近几年会有点担忧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酸菜呢 它腌久了之后会有这个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 这个就是能治癌的一种有害物质了 这个是得请教咱们的亚硝酸盐 王老师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亚硝酸盐 这个酸菜中真的有吗 到底我们该不该吃 该怎么吃 那首先你要注意学习一下 这个亚硝酸盐 它的产生 还有它的达到高峰 以及它消失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在腌制的一些食品当中啊 在四到八天的时候 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 那这时候绝对不能吃 对 四到八天 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 那到第九天的时候 亚硝酸盐的含量开始降低 那到二十天的时候 亚硝酸盐的含量呢 就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 所以刚才大厨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用酸白菜 酸菜是什么时候可以吃呢 是三十天 三十天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亚硝酸盐含量基本上就消失了 所以说腌租了三十天就是最好的 这边我们把馅呢已经调好了 记住哦 一个方向来搅 这个饺子想起一个典故 你知道这个饺子最早是怎么 中国人怎么发明的 是怎么回事 是最早的时候是汉代的张忠景 创的一个汤方叫 祛寒椒耳汤 就是说这个饺子特别像人的耳朵 就有一年啊 这个就是天气气候特别冷 好多的贫苦的老百姓呢 就冻伤了耳朵 因为张忠景呢 就非常的这个可怜这些老百姓 然后呢就开始就是 让手下的人做了很多的这样 用羊肉 花椒 还有这种其他的姜啊 做调料 然后呢用面食把它包裹起来 放在锅里一块煮 分发给这些老百姓吃 当吃了这个饺子汤之后呢 那这个冻耳呢 也很快的被治好了 这是有名的这个叫 祛寒椒耳汤 就是饺子之前最早的一个原型 对对 时间久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用这个 祛寒椒耳汤来治疗我们的冻耳 但是呢因为饺子 非常非常的美味 所以就一直保存的现在 成了我们中国饮食 传统文化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食品了 饺子呢现在已经包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煮酸菜猪猪饺子 感觉好像今天来到一个东北人家的感觉 是不是 把锅的水烧上 哎好嘞 咱一般都是开水下饺子 其实你看哈 在东北呢有这么一个习俗 每年到这个入冬以来哈 就会很多人在一起 准备很多速冻饺子 因为大家觉得呢 冬天包一顿饺子呢比较麻烦 反正咱有酸菜有肉 咱就包好多好多好多 然后放在这个外头 一般放在凉台里面 因为外面比较凉嘛 冬天的时候呢 东北的气氛都是零下二十多度 就放在室外 室外 冻得叮当叮当的一个一个的 就当冰箱用了 想吃的时候取回来一点 在屋子里面一煮就可以了 又省事 然后呢又能利用这个东北天然的这种自然环境 因为它冷嘛 天然的大冰箱 省老多电了跟你说 这边把饺子煮上 一会儿呢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 东北有名的酸菜猪肉饺子了 慢慢的煮着它 一会儿看看这饺子味道咋样 好嘞 现在酸菜猪肉饺子要出锅了 我们赶快尝一下什么味道 来 大厨 咱给这饺子捞出来吧 真不错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猪厨包的饺子 都个头很大 很饱满 在这个锅中呢 感觉像一个个小胖堆一样 是不是 好吃不过年 饺子感觉今天像过大年似的 是不是 而且这在东北过年外面还风瑟瑟的 屋子里面吃热气腾腾的酸菜饺子 真的好享受 咱们也享受一番好不好 猪大厨 您觉得今天这馅调的怎么样 很不错应该是 说实话 我吃这个味道的时候 让我觉得这个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妈妈的味道 跟在家乡的时候 妈妈包的饺子是一个感觉的味儿 因为里面这个酸菜呢 它咬在嘴里面的感觉 酸酸甜甜的 而且它呢 既脱离了那种白菜那种脆爽的感觉呢 又保留住那种很多腌渍菜那种梗梗的那种 咬起来越嚼越嚼越香的感觉 那种纤维的那种味道 的确 希望第二季前的很多好朋友们 如果说愿意吃饺子 这道东北特色的酸菜猪肉饺子 也能在你的餐厨之上出现 今天给您带来的都是东北菜 我真的觉得 今天让我们觉得很有口福 想吃的话 在家里 不妨试一试了 感谢观看